民宅外牆被拆的面目全非 此磚全都不見 好好移動房子會變成這樣 全是為了旁邊巷弄 要做污水下水道 叫我們做一個污水 可是你還導致我們地下室壞掉了 我家沒有門 家蓋一個月 那我一個月 我不就每天都在這邊睡覺就好了 高雄鳳山新甲里住戶 去年受到通知要做污水下水道 但住戶指控公文才發出來不久 有兩名自稱是水利局科員 與承攬包商的男子 愛家愛戶單門要住戶同意 讓他們拆違建 但一進門就遇待恐嚇 一進門就說 他跟水利局的烏二客 是很熟的朋友 所以我們找任何人申訴都沒有用 我們沒有找他做 也絕對不會通過 兩名男子說 如果不讓他們拆違建 之後師傅拆除大隊來 不敢保證會怎麼破壞他們的房子 有住戶害怕同意 沒想到施工之後 屋內竟產生鋼筋外漏 水管爆裂 甚至鄰居施工 自家牆壁也會均裂 另外這堵牆面 同樣只拆四公分 業者卻喊價五點五萬元 水利局強調 公務員不可能帶廠商 去向民眾要求爆工程 很可能是詐騙手法 水利局表示 失作污水下水道工程 污水排出口 虛留八十公分以上的施工空間 如果有違建阻礙 得要住戶 請民間業者自行猜除 水利局只針對接管部分 免費失作 呼籲民眾千萬不要上當 但政府做污水下水道 明明是好事 卻一次先前 沒做良好說明與溝通 導致後續爭議 受害最深的 卻是住也住不安寧的 福庫居民 記者賴薇佐 杜雲杰成小虎 高雄報導 有趣的 不允許 請問您